欢迎您来到201亮新北市平夕天灯节活动旗号记者会 我是主持人强猪 南风炮北天灯已经成为台湾美宁元宵节的重要庆典活动 而今年新北市平夕天灯节共有三个场次的活动 分别是以同趣指印、心心相应、环游世界为主题 新北市政府副市长陈生贤表示 平夕天灯节已经成为新北市元宵节重要的庆典活动 更是屡屡获得国际媒体的肯定 不仅仅是交通部观光局评选为台湾观光年历的国际性代表活动之一 更是被外国知名旅游频道及媒体评选为世界第二大节庆嘉年华 和世界上52件最值得参与的年度新鲜事 以及全球14大此生必游的经典节庆之一 每年吸引国内外无数游客造访 平夕天灯节国际国内的获奖 而且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肯定 所以我们期盼因为今年又得了一个新的奖 就是2012年国家地理频道得了一个 最冬天这个全球十大最值得去的一个庆典活动 所以我们相信今年的人潮一定会比往常会多个一两成 同时今年天灯节采用幸福指印的元素 而指印同时也带有祝福约定的意义 象征着每个人的愿望就像是指印一样 独一无二 意义非凡 那么指印它代表了一个祝福跟一个契约跟承诺 所以我们把幸福的指印放在天灯上 这个燃燃上升 这个就表示我们的幸福指印随着整个 这个天灯燃燃上升 是一种永远的承诺跟幸福的保证 观光旅游局表示 今年主灯是由千对情人的爱心指印 制作成幸福满意的星星相应天灯 因此从即日起到24号 都可以在平溪区天灯派出所 金铜铁道故事馆 草门西点蛋糕 十分铁道艺朗 瑞芳区喉童车站 基隆市的星空草原 新竹县的核心车站等处 留下自己和另外一半的爱心指印 观光旅游局也会将收集到的爱心指印 在情人节当天随着天灯染染升空 共同见证爱情印记 中佳新闻林立如刘凡钢板桥报导